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年里面的大灾难差不多在后半步 我们知道大灾难有分成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 所以上一次我们有谈到第五个号叫吹响 然后来到第六号 然后我们知道说必有许多的人要死亡 而且会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亡在地球上面 所以不预计如果以现在八十亿的人口即将要死去二十亿的人 所以那个是属于差不多接近在后三年半的日子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会有很可怕的一些虫 好像这一个的炸门蝗虫 他的形象很特别对不对 上一周你们看到那个图像 从无底坑上来的这一些的很可怕的邪灵 然后他不能够拿去地上人的命 但是他可以让人很痛苦 也简单的说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底下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相信说教会已经被提了 所以我们知道有好几个的学派有些强调的是灾前被提 就是七年的大灾难之前教会就被提 但是有一些学派就觉得是在灾中才会被提 但是呢就是说没有一个很准确很准确的日期 让我们去知道 只是神告诉我们说你只要随时做好预备就可以了 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要做好随时的预备就可以了 就如同十个童女 五个预备好油五个没有预备好的新郎来了 五个没有预备好油的还游用完了再跑去找油 结果新郎来了 他已经有预备好油的那五个就可以进去 另外五个再找了油回来的乃至到进不去 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特别做的一个比喻 说在末后的时代 神的子民的心态就是要这样预备好自己 不管是灾中被提或者灾前被提 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都处在这个末日的情况里面 症痛 妇人要生孩子的症痛会越来越密 到最后孩子要生出来的时候是最严重的疼痛 所以人子就在门口 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过说我们要把整个焦点就放在整个以色列 以色列的圣殿差不多就要重建 所有的材料都已经预备好 随时就要重建 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那个 现在的圣殿的原来的地方 是阿萨克一个回教堂 很多人都以为说圣殿要重建 必须要把那个回教堂拆掉才可以建 但是后来当我查考圣经的时候 不一定 甚至可能没有拆掉回教堂 因为回教堂现在建的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地址 那个地方就属于当时候圣殿的外院 所以等一下的经文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原来圣殿重建的那个位置可能就在这个回教堂的旁边 所以它随时随地可以建起来 而且可以在很快的速度里面超乎你所想象把它建好 所以当这个圣殿一建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人子就已经在门口 所以那个时候随时耶稣基督就再来了 因为迪基督在七年的那个约定的时候 他就让这个和平条约毁掉 所谓的和平条约就是 他让周边的这一些的回教势力的国家 阿拉伯阿联酋的国家 跟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查考到的一样东西是 当这个七年之后 这个的迪基督他现在还没有正式冒出头 他之前就有很多的征兆 但是真正是在毁了月之后的 你发现到说那个时候他就会真正冒出来 然后他就要高举他自己进到圣殿里面去 让世人来膜拜他 所以那个时候将会面对很大的这一些灾难性的东西 很多以色列百姓都会被逼迫 甚至杀害 所以耶稣有讲说那个时候 有一些要逃走的就快点逃走 所以有一些逃不掉的那种就糟糕了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神应许在这样的大灾难里面 会养活那些有印记 额头上眼有圣灵印记的人 所以神会保守这一群人 让这一些的渔民 剩下的不是养鱼的名 剩下的子民有机会得住 所以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 这个是回顾一下整个的流程 大概有个概念先 我们看见现在属在教会的时期 有一些的学派说 教会是在七年的大灾难 这个时段就被提了 所以我们不会经历到所谓的七个印 上一次你们还记得七印 那个有只红马的白马的那个 记得吗 所以这个七年的大灾难里面 基督会再来圣徒会被提 这个是灾中的 所以今天我们会谈到的 这个是七年大灾难里面 差不多要进入后三年半的时候的情况 基督过后呢 会带着这一些的圣徒 会再来制止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 当时候呢 以色列周边的回教势力将会要围攻 这个以色列的时候 耶稣基督再来 所以基督在地上会做王掌权一千年 所以那个时候撒旦就会被困绑 丢在这个困绑在这个屋底坑 所以屋底坑还不是火湖 还不是那个所谓的地狱啊 所以那个地方是暂时囚禁撒旦 其实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邪灵 或者一些堕落的天使 都被困绑在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地上耶稣掌权一千年 叫做千禧年 之后呢 撒旦被释放 然后撒旦一释放的时候 又再兴起一个的世界大战 叫做哥格马格之战 那后来呢之后 这个时候摆设大宝座就出现了 那时候正式做这个大审判 无论海里的阴间的天空 天上的哪里的 通通都要排队 通通都要在摆设的大宝座那里受审判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魔鬼撒旦跟随这个有寿命666的 那通通都要进到火湖里面去 所以那个时候的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就出现了 那所以可能到时候 比如说你是做老师的 在那个时候你有机会做老师 你是管原意的 在那个时候你可以做原意 所以如果你是做设计的 文意就可以去了 所以很多地方 那边需要很多的 这一些建设的人 一起在参与在当中管理 神所托福 好 我们看一看但以理书 主章27节 这个经文其实是讲到一期之内的意思 那这个一期之内 其实就是讲到这个毁了约 这个签了和平条约毁约之后 那敌基督开始展现在世界舞台的时候了 那一期之内呢 他必和许多人建立这个的盟约 然后一期之半 就是三年半 然后呢 后三年半的时候 他就开始 他必使献祭和贡物宗旨 就是不让以色列百姓在圣殿开始献祭给上帝 而要他们来献祭给他 给这个敌基督 他必在殿里面 就在殿里面 设立那个死地荒凉可争的像 这个可争的像 圣经这样形容 原文是复述 直到指定的结局 倾倒在那个造成荒凉的人的身上 这个是很明显讲到说 这个的敌基督一旦出现的时候 在地上后三年半存留的 那些还没有得救还没有被提的 这一些的不管是基督徒 或者以色列百姓 都会活在很惨很痛苦的局面里面 因为他们如果不跟随 这666的受影 我们知道 这666就代表着一种晶片 你就无法去交易 无法买东西等等的这种情况 所以到时候你要吃食物都很困难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你要怎么样能够持守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的过程 这个整个七年的大灾难 上一次有稍微提过的 所以我们有谈到七个印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然后来到7号 7号那个时候我们有谈到 第5到第6号的时候 当第6号讲完了 该我提到的将会有2万2亿的军队 开始要围攻 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是在后三年半的时候 所以大概在这个 第5到第6号的时候 就是在大灾难 纪念大灾难的后三年半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也成为大黑暗时期 所以来到第7号的时候 通常你会发现说 第6印和第7印之间 在第7印还没有卸开之前 总会有一些小插曲发生 所以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第6印 准备要写第7印之前 上帝颁布一个命令 说等一下把这个的 14万4千的人聚集来 然后盖上那个印 好叫这群人可以得救的 这个是在第6印和第7印 所以来到这个第6印号和第7号之间 又是有一些的小插曲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谈 这个第6和第7号之间 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之后呢 神的大愤怒 就是七碗就开始倾倒下来 所以你看下一个图 你就会比较明白 其实整个大灾难 七年大灾难的发生的情况 是在下面这个图表 上面的这个呢 是不同的学派他们所讲的 发生的一种的情况的排列 但是呢 根据圣经 我们比较看见的是 来到第7印的时候 其实就是第7号开始执行的时候 而且我们知道说在7号的时候 是所有的天使一次过出现了 然后拿着七个号角 很快的速度 同时出现的意思是代表说 他们是很快就要去执行这些的事情 来到第6和第7号的时候 第7号一直吹响的时候 正是这个气碗开始发生的时候 而且你会发现到说 气碗 会比7号的时间来得更快结束 而且这个7号跟7印的这个情况 那7号速度会更快过7个印 那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底下 而且圣经里面你看起司徒神也就讲说 如果不加快那个的速度的话 我的百姓将所胜无几 所以神会很快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的审判的工作 那这个小插曲刚才讲到第6号和第7号之间就发生了 这个第一个小插曲 那这个小插曲就是在这个启示录的第10章 是吗?第10章 那如果你有手机或者是你有这个的圣经的话 你跟我一起翻开这个的经文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因为有读了这个经文 你就稍微有一个概念 在第6号到第7号之间 发生的第一个小插曲呢 就是突然间有一个大力的天使出现 然后呢他从天上降下来 那圣经形容他身披这个云彩头上有彩虹 然后脸像太阳 两个脚好像火柱一样 然后手里拿着展开的小书卷 然后呢他的右脚踏在海上 左脚踏在地上 他大声的呼喊说好像狮子吼叫 所以他呼喊的时候呢 就有七个雷发声说话 那七雷说话的时候呢 我正要写下来 然后我就听见有声音从天上出来说 就是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住 不可以写出来 我们先看到这里 我们先讲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大力的天使 手里拿着小书卷 然后右脚踏着海 你会发现左脚踏着地 这样的一种的形态出现 代表着他有执掌天地万物的这一种的权柄 他可以带来世界未来的这一种命运的这一种的结局的能力 那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啊 大力的天使 那如果在你看来这个天使会是谁 大力的天使 当我们在查考的时候 圣经的原文 其实这个的天使也可以形容成这个的耶稣 所以 因为从这样的一个的形象里面看见 你在启示录里面看见一样东西是什么 也就是说有谁有资格 拆开这个的书卷 然后来宣读的 只有耶稣基督 然后他这里形容说他身披云彩 头上是有彩虹的 然后像太阳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当耶稣出现的时候 其实 你看摩西他上西乃山的时候的情况也是一样 然后你还记得耶稣带着彼得 和约翰和雅各 对吗 他们上山的时候 同样也发生 就是说耶稣的脸上的荣光 好像太阳一样 所以这个的形象很明显 那是指像耶稣基督 然后呢他来到这一个的地方 他向这个的约翰来显现 那气雷的意思是什么 那气雷就是表现了神倾倒 他的这一种的愤怒 向全世界要开始施行这个审判了 所以也表明说这个的大灾难的时期 一地上将会经历这些七应七号七晚的审判 跟这个的刑罚 所以这里下面里面有提到 说这个的天使 然后他说 必不再延迟到第七位天使吹号角的时候 所以神向他的仆人和众先知所宣告的奥秘 就要实现了 所以这个的奥秘是指气之号角吹响以后的这一种的时期 就好像进入一个 你看影片的时候进入另外一个的阶段 很刺激的另外一个阶段一样 那所以神呢就启示众先知 那所有末世的预言都将要成就的意思 那所以另外一幅的画面 我们从这里看见 就是这个的大力的天使就把这个的小书卷 然后拿给约翰来吃对吗 他要他吃了之后呢 约翰说感觉到他的口中是甘甜 是毒蜜的 那但是他吃进去的时候 在肚子里面却会发苦的 那这个说明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个小书卷 里面掺杂了一种 当人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 你得到上帝的祝福的时候 对有什么 你会不会感觉到你甘甜 那你跟随主耶稣的时候呢 那你会发觉到说 今天我感受到内心里面的丰盛 所以耶稣基督他讲说 他来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的生命 那所以神呢 他就透过这样的一种的方式 来告诉 所以透过约翰写启示录来告诉世人 你跟随主你是得福的 你是享受到甘甜的 但是吃进去的时候 其实你会感受到这一个的 你不舒服 这一种发苦的感觉 那这里讲到就是原来神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得享甘甜 但是如果我们违背神的话语的话 我们就会受苦 我们就会感受到不舒服 这样的一种的情况 之后呢还有一些的画面 我们来看 在大灾难的期间里面 有出现了这两个见证人 就在后三年半的时候 所以刚才我提到 我相信在这两个见证人出现的时候 应该教会被提了 所以我们将可能会在天上看见 这样的一种的情况 那这两个见证人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 我们知道说 这两个人 他出现的时候 他就宣讲这个的福音 并且预告 宣告这个的未来 这一种的能力 从他身上彰显出来 那这一种的能力 就好像耶稣基督在世上 所行的这一些的能力一样 他可以叫水变酒也可以 然后他能够运用圣灵 所赐的这一种的大能 在地上传到1260天 这个是在这个的 启示录第11章 这里有提到的 我们看一下 启示录第11章 我会跳一下 因为就是每一个都这样 章节这样读 所以会耗很多时间 好 那 启示录第11章 这里说 有一根好像 这根的良尺的芦苇赐给了我 又有话说 你起来 把神的圣所和这个的祭坛 以及在里面敬拜的人 能够量一量 数一数 但是圣所外面的院子 不要量他 因为他已经给了外族人 所以他们要见他圣殿42个月 好 这个是在那两个见证人出现之前 会发生的其中一件事情 这里讲到说 原来圣殿 该我提到 圣殿上帝吩咐说 有一根好像这个的良尺的芦苇赐给 这个约翰叫他量 这个圣殿里面 敬拜的人 都量一量 数一数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神要看在这个圣殿当中 有多少个以色列民 是真正敬虔爱主 是真正 愿意承认耶稣基督就是救主的 就是米赛亚的 所以 这个的圣殿 里面 还需要被量 所以他这里讲到说 圣殿的外面的院子 不要量他 因为他已经给了外族人 他就要践踏圣殿 42个月就是3年半的时间 这里就指向说 有一天 圣殿的外院 圣殿的外院 可能就是 这一个的回教私利的地方 所以圣殿他建造的地点 他可以建起来 可能就在这个现今的回教堂的旁边 现今的回教堂是属于外院的地方 所以神形容说 那个要让外旁人去践踏三年半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 神真正在末日里面很看重的是他的选民 有没有得蒙这个的拯救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之后就发生了这一个的 两个见证人的出现 神差遣这两个见证人来到世上 拦阻了许多这一个的魔鬼的工作 因为那个时候我相信 神就用这两个见证人再一次的聚集 重整这些剩下的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愿意来跟随主的 因为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 后来在无底坑里面有寿出来 该把这两个见证人杀死 所以杀死了之后 圣经形容什么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这个 第四节 那是一章第四节 他们就是站在全地之主的面前的 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 所以这里讲的灯台 你们还记得灯台是什么意思吗 代表教会 也就是说神要使用这两个见证人 然后建立这个的教会 橄榄树是什么意思 其实也包括外邦人 外邦的信徒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伤害他们 然后就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出来 然后吞灭他们的仇敌 凡是想要伤害他们的 都必这样被杀 他们有权柄在地上传道的日子 叫天必塞不下雨 又有权柄掌管着种水 使水变成血 并且有权柄可以随时随意的 用各样的灾来祭打全地 圣经在旧月时期 请问有哪一个先知 有这一种的能力 叫天必塞不下雨的 以利亚先知 所以这两个见证人 就有很多人在推测 到底是不是那个以利亚 又回来 在地上 所以这个还是没有一个确定 所以从这两个见证人 你们看见他的能力 就好像摩西也好像以利亚这样 那神给他们权柄 可以随意用各种的灾难 祭打全地 那这里讲的 你知道谁可以 用那个灾难来祭打全地 摩西 埃及的死灾 对吗还记得 好 那他们做完了见证的时候 那个从无底坑上来的兽 跟他们来作战胜过他们 我相信在这个阶段 这两个见证人拦阻了 这一个的魔鬼的工作 有一段的时间 所以 这个的无底坑的兽 必须要出来 尽快的去把它解决掉 不然他们的 这一个的作恶的事情 一直被拦阻 所以换句话说 教会在地上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地上没有教会的话 魔鬼就可以任意妄为 因为地上再也没有任何的势力和权柄 可以跟魔鬼对抗 只有教会 所以你发觉到说 为什么在我们教会的那个墙壁 我们要连那个经文 你看到 所以这个是神赋予教会的权柄 我们在地上释放在天上要释放 地上困绑在天上要困绑 所以神给教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权柄和能力 所以这两个见证人 就被这个来自无底坑的兽 胜过了 把他们杀了 然后他们的尸首还做什么 倒在大城的街道上面 这个城就按照这个寓意叫做所多玛 又叫埃及 那就是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从各民族各支派各方言和各邦国中 那都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 而且又不允许把尸首安放在这个坟墓里 那住在地上的人呢 为了他们的缘故 就欢喜快乐彼此送礼 那因此呢 因为呢 这两位先知曾经使他们受痛苦 那所以当时候你看见 在大灾难这么痛苦的时候 这一群的人 还有一群的人是这么开心 从神而来的这一个两个见证人 被杀死之后他们很开心 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一个地上 还是有好多好像当时候的 所多玛 俄摩那城那一些的人 在那里继续的作恶 过着他们这些随心所欲的日子 所以你会看到地上 为什么教会一直会被针对 无厘头的 无端端就是要被针对 那背后就是有这一群的黑暗的权势 然后在影响着一些的人 常常在针对着教会 那这两个的见证人 三天半之后 那就复活 所以当这两个人复活之后 其实看见他们复活的人 就非常的惧怕 那他们听见从天上来的大声音 对他们说上这里来 然后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就在那个时候大地震 大地震就发生了 那个城倒塌的十分之一 因着这个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 这里很清楚那个树木 那其余的人都很害怕 然后就把荣耀给回给上帝 回给天上的神 所以第二个的灾难过去 看到第三个灾难就来了 所以大力的天使出现 两个见证人出现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神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停顿一下 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 神希望在这个阶段里面 还可以救多少人就救多少人 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候 当这两个的见证人复活之后 确实有一些人因为看见之后而悔改 但是还有一些人其实还是不愿意悔改 来刚硬到底的 所谓的亵渎圣灵的罪是永远不能够 这个得赦免 他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不把神当成是神 神所做的事情展现在他面前 但是他们定心的否定 这个是神的作为 因此这些人就要与魔鬼同在 所以之后呢 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开始 第七个号角就开始吹响 所以来到这个第十一章的后半部的时候 就宣告世界将会成为主基督的国 而且呢他要做王到永永远远 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 第七号吹响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系列更大的灾害 就如同七个碗要倾倒在地上的时候 一直到几时 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所以当第七号一吹的时候 第一个碗开始出现 要倒在地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地上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 会不断的发生 那开始发生 这个可怕的东西是在十二章第一到第十八节 我们先来看 这个第十二章这里说 那个时候呢天上出现了一个很奇违的景象 就有一个妇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颗新的冠棉 然后呢他怀了孕 在生产的痛苦中疼痛呼叫 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景象 就有一条的大红龙 有七个头十个脚 然后呢七个头上戴着七个王冠 然后他的尾巴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 然后把他们摔在地上 然后龙葬在那快要生产的妇人的面前 等他生产的就要吞赐他的孩子 然后他生了一个男孩子 那就是将来要用铁杖治理列国的 他的孩子被提取到神和他宝座那里去 妇人就要逃到旷野去了 然后那里有神为他预备的地方 他在那里被供养了一千 这个两百六十日的时间 那这个的妇人呢 有一些人讲是玛利亚 这个男孩呢有人说是耶稣 但是如果根据这样的一个的时间点的推算 就变成玛利亚和耶稣 变成之前发生的事情跟启示录 好像完全不同的时代去了 但是后来我们发觉到说 原来这个的意思是指这个的教会 这个的妇人她生产 然后会伸出也指这个教会 也指这个以色列百姓 也指这个末世的这一些剩下的 这一些神要拯救的这一些的百姓 所以魔鬼她那个时候呢 她尾巴带着三分之一的星辰甩在地上 是因为她在天上跟这个米加勒 争战打输了 所以在后半部她这里说天上发生了战争 米加勒和她的天使和龙争战 龙和她的天使也起来硬仗 然后呢龙却抵挡不住 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 所以于是呢那个大龙被摔了下来 他就是那个骨蛇 名叫这个的魔鬼 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人 他被摔到地上 他的天使也跟他一同摔下去 然后我又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们的救恩能力国度 和他所立的基督的权品 现在都已经来到了 因为那个昼夜在我们神面前 控告我们的弟兄 控告者已经被摔下来了 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 撒旦今天他们的势力仍然在天上 所以你会看见有一些的不同的宗教 当他们在施行一些法术的时候 他为什么可以呼呼唤语 因为撒旦还可以掌控在自然界中间 因为他在天上 所以他还没有到这个的地步 被米迦勒打败 然后摔倒 然后来到这个地上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是魔鬼撒旦最不喜欢听到的 如果你去赶鬼的时候 你要确定那个人身上有没有魔鬼 你就要读这一段经文 他一读了这个经文之后 他就会发作的 他不喜欢 因为这个是他的结局 他不喜欢神的百姓去读这个经文 知道他的结局是这样 他没有面子 因为他被打败了 他原本他是天使长 差不多跟这个的米迦勒同等 所以米迦勒打败了他之后 取代了他的所有的位置 所以他非常的不爽 因此他带着跟他一起堕落的天使 三分之一这么多的星辰 摔落到地上 所以他对付不了这个的上帝 他首当其冲要对付的就是神的儿女 就是我们 所以教会就成为他一生要针对的对象 所以他会想尽各种的办法来毁掉教会 所以从这里看见 当这个的魔鬼撒旦被甩在地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天上就有声音讲 神的救恩能力国度 跟那些整天要在神的面前去控告 神的儿女的这个的声音就不在了 也就是说上帝彻底把他铲除 在天上的势力 所以他现在掉在地上的话 他的结局就是等候大审判进入这个火湖里面 那后面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第一节说弟兄可以胜过他 是因为羊羔的血 也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随自己死 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 等等这一段的经文 所以神也赐给了我们如何战胜 魔鬼的这一种的配备 靠着主耶稣基督保血的遮盖 还有神的话语 然后来战胜这个的仇敌 这里讲到虽自己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看见末日时代 能够真正得救的这些圣徒 他们都是不怕死的 而且为主殉道的人 远远比现在 所为主殉道的人还要多 那最后 我们看见 妇人其实是指 以色列的百姓忠于神的 忠于耶稣 忠于这个米塞亚 承认耶稣基督的这一群的人 所以 大红龙代表着撒旦的权柄 然后他有七个头 七个脚 代表他是非常有能力 所以最后呢 从这个章节里面我们看见 撒旦的结局 从天上坠落到地上 所以神和撒旦之间 展开四个方面的这一种 很剧烈的这一种的征战 第一个就是撒旦和基督的救赎 和工作的征战 第二个就是撒旦和以色列 这一些忠信的人的征战 第三撒旦跟天上的这个 使者米迦勒的这个征战 到最后撒旦与信徒之间的一种的征战 所以你看为什么在后三年半的这个大灾难 地上会死了这么多人 因为魔鬼来到地上 他一定是先铲除神的儿女 因为他非常的愤怒 他的怒气非常的可怕 所以他会运用很多不同的方式 把神的儿女尽量的都能够铲除 甚至呢要他们来默拜他 跟着他一起进入这个的火湖里面 所以圣经为什么会透过启示录来提醒我们 绝对绝对不要去接受受应 因为一旦接受了之后 我们就等于是撒旦国的人 我们在神的这个拯救的救恩里面就没有份 所以弟兄姊妹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 随时预备好自己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这个是个统里的油 就代表着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就成为我们的印记 新郎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借回去 但是我们相信说神会在这样的一种的 这样严重的一种可怕的情况里面 之前就把我们提走 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自己 好 今天这一章 这个7号 进入7个完 7个完 下一次的时候会继续的再分手 所以这个是大灾难里面 其中将发生的某一些的事情 还有很多奇奇怪的事情 都会继续在发生当中 超乎你所想象的 好 我们请师琴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预备好我们自己 在末后的时代里面 求主的灵 圣灵都充满着我们 保守着我们 好 好 并准备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主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还有机会 在神灵的面前预备好自己 因为你让教会继续的在地上能够正常的运作 我们也看见好多不同的国家的教会 已经开始遭受了许多的逼迫 也有许多的这些教堂被烧毁 我们也看见许多的圣徒被杀害 但是主啊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国家里面 我们仍然还蒙受你的恩典 我们还有机会自由的来到传佛音 还有机会来到教会 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儿女们需要被你来光照 让更多的人看见和珍惜 我们仍然有机会聚集的这个时光 是的我主耶稣基督啊 感谢你用这个起诉来告诉我们在大灾难的时期 是非常的可怕的情况 以至于人很难生存 我们看见有人的问题 人的灾害 有征战 有这些的 这些互相残害 撕杀的这种情况 我们也看见 会有更可怕的一些大自然的灾害 也会在这个大灾难里面发生 整个地球就好像要被重整一样 主啊你要你的儿女们 有一个更远的更积极的更高的高度来看见 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你来之前 除了预备好自己 我们更要把这福音的好消息 要传给更多的人 让他们也一起蒙受这个拯救 主啊当我们还在忙碌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仍然不忘记 我们要把这个大使命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要将福音来传给 一有机会就要传给我们身边还会信主的人 不管是亲人或者朋友同事 当一有机会我们就要谈 关于这个天国福音的事情 主啊你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提醒我们 我们的身份 你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去完成这个大使命 主啊我们知道一个不传 福音的教会是有破的 我们不要建立一个俱乐部 我们要的是能够成为主你门徒的 出现你门徒的一个教会 主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只有圣灵你自己的这个工作 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吹逼和激荡 我们才有力量 但是主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主求您拆遣我们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支取力量支取智慧 而同时当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的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要伸出这个的援手来帮助他们 并且把福音传扬 主啊你告诉我们启示录的目的 不是要我们惧怕 你是要我们警醒 你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完成主啊 你所托付我们的这个大使命的工作 谢谢主恩待我们 我们愿意我们在你的面前 主啊你拆遣我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耶和华是我的拯救 我还举谁呢 耶和华是我的盾牌 耶和华是我的高台 烟和花是我性命的爆炸 我还举谁呢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赞扬他入围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寻求那一年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赞扬他入围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丢着为你尝试举起你的手 来唱这一首的诗歌 开始让神的灵来触摸你 主爱你 主爱你胜过一切 主为你牺牲 而生命拯救你 进入化光明的角度 其实目的就是要 你接续他未完成的福音公主 耶稣要我们继续去做这种被证的公主 不单把福音传扬 也要训练别人来传福音 教会之所以存在 就是要聚集一群 有使命感的基督徒 他们要为主而摆上 他们要在职场上 为主做见证 做美好的宣教的工作 我们不要买占土地 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并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 神的大能量要充满着我们 就准备预备 就准备预备你自主 跟主祷告说 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拆遣我 不是拆遣别人 而是拆遣我 你说主啊我在这里 你来到圣殿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从神那里自取信心 当你胆怯 当你胆怯 当你觉得自己不足的时候 在圣殿当中 神要把恩高来搅灌给你 让你能够得夺从神而来的能力 为主传扬福音 不为任何的拦阻 不惧怕任何恶者的工作 靠着主的恩典勇往直前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来自跑 我要奉耶稣祭祖的名 宣告 磨度复兴教会的儿女们 个个都是精兵良将 你们不是摆占土地的一群 你们是愿意为主出去的人 主啊 恩待你的儿女们 谢谢我的主耶稣祭 用这位这个手 把你的手放在心上 我要你向神来祷告 从你的心灵的里面 向主发出的祷告 你想跟神讲什么 你现在就跟祂讲 神的灵在你的心里面 祂会带领你 做当祷告的事项 向主来祷告 现在开始向神的灵在你的心里面 祂是祂的主耶和华 祂是我们的亮光 祂是我们的拯救 祂是我们性命的保障 没有任何的惧怕 没有任何的惧怕在我们心里面 惧怕不是来自你的 我们不会因为传福音而惧怕 我们也不会因为在事业上 做的不如我们想象中的好而惧怕 我们也不会因为银行的存款越来越少而惧怕 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有疧病而惧怕 主啊 因为祂是我们的亮光 祂是我们的拯救 祂是我们性命的保障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来到圣殿当中的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来寻求祂 我们要不断的来寻求祂 因为主啊 祂有永生之道 因为祂是智慧的源头 祂比加添能力同信心给我们 主啊 我们感谢祂 让我们能够聚聚在圣殿当中 透过赞美敬拜 透过祂的话语 透过父相的代求 我们能够共同的 来朝见祢的面 不但让我们心灵得着能力 得着饱足 平安喜乐在我们的里面的同时 我们有能力把这美好的福分 来分享出去 使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恩待我们 高举祢的名 赐福这里每一个 愿意回应祢 祢的儿女们 主啊 感谢祢赞美 随听我们的祷告 随听我们的祷告 圣灵还有工作要做 那定的名 继续保持你的心在神的面前 有一件事我曾尽寻求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意识 就是一生意识 祢在耶和华里点准 赞扬它入味 有一件事我曾尽寻求 我仍要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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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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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耶和华里点准 你仍要寻求 你仍要寻求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意识 就在耶和华里点准 我仍要寻求 用这边伸出你的手 我为你做祝福 主上帝我要为着你 所爱的孩子们来祷告 主祝你兵士给他们信心力量 你也必为他们敞开天上的福库 倾倒一些祝福给他们 好叫他们福杯满意到无处可容的地步 主啊我们知道你爱他们 你要把圣灵来充满在他们心里面 也帮助他们结圣灵的果子 因为这一些都是寄存在永恒的 主啊帮助你的儿女们寄存财宝在天上 他们懂得先求你的国和业 他们所需要的你必会加添给他们 主啊一切的恐惧胆怯 统统都要远离你的儿女们 主啊你给他们的是刚强壮胆的心 你给他们是大有信心同能力的心 主啊感谢你与他们同在 主啊你的灵就搅惯了 在他们的心中充满着他们 你用你的大能来复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无论他们处他们入都有神你的同在 并且主啊你赐福他们 你与他们同在好 叫他们手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的 主啊你允许在他们生命当中是不会落空的 你要给他们的是最好的 他们能够带着神里所给的丰盛的恩典 他们口中所出的言语能够带来极大的造就功能 主啊因为你的灵就在他们的心中掌权 主啊我们感谢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神啊你的灵与他们同在 将所有你的儿女们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 你也必保守他们直到见你的面为止 主耶稣感谢你 我们归荣耀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将祷告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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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känns 阿们 阿们 阿門 阿们 阿们 阿致 感谢观看